有的人一声不响就离开,顿入人海自此秒无音讯。 总是女人在等待男人,试图去等一个离开的理由,可作茧自负,终究是不明智的选择。 大家好,我是阿易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关于等待的剧情电影《千夜一夜》。 三十年前,灯梅子的丈夫不辞而别,几千个日日夜夜里,她无数次来到海岸边上,幻想一个不可能的奇迹。 在这三十年里,她拒绝了很多可能,没有想过再找个人打火过日子。 年轻时的种种,无论美好,抑或煎熬,也都化为了夜晚更深路重视的叹息。 镇上的渔民春南一直对灯梅子心怀爱意。 灯梅子等了离开的丈夫多久,春南就等了灯梅子多久。 大伙都清楚春南的心意,却默契地避而不谈。 感情的事不能忽视另一个人的想法,但不可避免的,很多人都觉得,灯梅子应该对春南的心意做出正面的回应。 可灯梅子始终未曾松口,她不喜欢春南,如果一个人曾在最美好的年纪遇到最喜欢的人,往后种种便揭不入眼。 既然没有爱,两个人待活与一个人并没有什么区别。 灯梅子的父亲去世后,母亲总是会站在院子外面,远眺海岸。 灯梅子知道母亲一直想念着父亲。 她能理解母亲的心情,过去的无数个日夜里,她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期待,孤枕难眠。 只是母亲的思念是基于生死的尘埃落定,灯梅子对丈夫的想念里,却还掺杂着无尽的担忧与茫然。 身为远洋船员的丈夫并未消失于海上,而是在一个寻常的夜晚,离开家门销声匿迹。 三十年不知生死,了无音讯,无论对方是死是活,只要出现,就会对他的人生产生巨大的冲击。 有时,灯梅子甚至觉得,一直维持等待的现状也没什么不好。 镇上的护士奈美遇到了与灯梅子一样的困境。 她的丈夫失踪两年,原因不明。 在这座岛上,有人失踪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。 他们将可能被绑架的失踪人口定义为特别失踪人。 灯梅子与奈美的丈夫都被归入这个范畴。 在陆江先生的介绍下,奈美前来拜访灯梅子寻求帮助。 在得知特别失踪人这个概念后,奈美就一直疑心丈夫是被绑架了。 她的丈夫是个中学老师,人单纯好骗,对韩语也很感兴趣。 岛上还经常会有可疑的船只停靠。 灯梅子劝她不要有太多期待,她也曾为了找回丈夫寻求过无数的可能, 但30年的等待早已说明了一切。 奈美的内心却并非如灯梅子想的一般, 她只是想得知丈夫失踪的理由,以放下心中的负担,开始新的生活。 她已经为对方的不辞而别铁心吊胆了两年, 自觉没有必要打赏一生去怀念这样一个人。 这话让灯梅子意识到奈美与自己的不同。 最后,她答应了帮助奈美寻找丈夫的请求。 春南喝了个烂醉回家,母亲嫌弃春南,觉得丢人, 因为被心上人拒绝就把自己折腾成这个样子。 她去找了灯梅子,想要说和两人在一起。 动之以情,想之以理,灯梅子却不为所动。 直到回到家后,听到录音机里的声音, 疲惫的神经才终于得以放松下来。 那是丈夫离开之前录下的, 也是这么多年里支撑她的最大慰藉。 很多时候不合适就是不合适。 周六,灯梅子来到了奈美家中, 更进一步了解了田村先生这个人。 对方的性格有些沉默寡言, 与奈美的相识是因为医院里的一次检查。 离家之前,奈美还和丈夫一起去买了个大冰箱, 为孩子的出生做准备。 丈夫失踪后,冰箱的存在就变得如梗在喉。 昨晚奈美还梦到了丈夫。 说到这里,奈美好奇地问灯梅子, 会不会梦到自己的丈夫。 但若松从不会在灯梅子的梦里出现, 可能的话,灯梅子其实很想在梦里见见她。 他们来到海岸边, 试图通过观察环境得出一些线索。 奈美询问灯梅子, 作为被留下来孤独等待的那个人不伤心吗? 可对灯梅子来说, 伤心已经是过去式了。 人其实是很乏味的, 她觉得丈夫应该没有理由不回来, 但好像也没有理由一定要回来, 或许已经死了吧。 他们来到了警局, 警察将系统内信息不明的遗体画像调了出来, 奈美坐在电脑前默默翻看, 她总是犹豫许久才敢画像下一页。 每幅照片好像都是一次考验, 最终她没有找到丈夫的画像。 这应该是一件好事, 她回到了医院继续工作, 同时关心了一番奈美最近的生活, 并约她有空一起去吃饭。 灯梅子去拜访了田村先生的朋友, 从这两人口中, 灯梅子了解到, 田村先生曾提起过自己的一个梦, 她总是会梦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城市, 这样灯梅子不禁疑心, 难道对方是为了寻找梦里的城市才不辞而别? 回家时, 她在路上撞见最久的春男, 春男为母亲的唐突道歉, 灯梅子只是淡淡地说自己没有放在心上, 只有不在乎才会无所谓。 春男甚至希望灯梅子能够因此事对自己生气, 那意味着灯梅子至少曾思考过和自己在一起。 春男恳求灯梅子能让自己照顾她, 她不明白两人都已经到了这个年纪, 灯梅子为什么还是这么固执, 为什么自己这么多年的爱慕都不能换来她的松口, 可灯梅子又为什么要答应她呢? 她强调着自己的爱与付出, 卑微的姿态何尝不是另一种层面的道德绑架, 痴情就一定要得到回应, 不被感动就是冷漠无情。 灯梅子没有将和春男之间的小插曲放在心上, 她提着东西探望独居的母亲, 母亲很是倔强, 不愿搬来与自己住。 灯梅子只好时不时回来探望, 对于父亲的去世, 灯梅子并没有多少悲伤。 她记忆里的父亲酗酒家暴, 在战场上断了条腿后, 更是变本加厉, 动辄打骂, 对她的婚姻也不认可。 这样的父亲, 灯梅子觉得并没有什么好怀念的。 不过大抵每个人心中都有些执念, 父亲死后, 母亲就总是望着海出神。 母亲一直坚信, 是因为什么才让父亲变了性情。 她声称以前的父亲是个温柔善良的人, 不过灯梅子信不信, 就只有她本人知道了。 一艘破旧的漂流船停靠在了海角, 据说船上还发现了幸存者。 灯梅子想起了昨晚返家的路途上, 突然出现又逃窜的陌生男人, 或许这是个失踪案的相关线索。 她来到医院, 通过奈美的关系, 见到了那个幸存者, 询问对方是否曾见过丈夫。 但对方的精神实在太不稳定, 引来了门口值班的警卫。 走关系进来的灯梅子被带到了警局, 最后是陆江先生专程过来接触了她。 陆江先生感叹灯梅子今天有些冲动, 但灯梅子其实对自己有些生气。 丈夫离开的这么长时间里, 他很少梦见对方, 仅有的几次也总是追逐着对方的背影, 他快要忘记对方的面容了。 如果不刻意回想, 甚至想不起她。 时间会冲刷掉太多久远的回忆, 可灯梅子无法接受自己会遗忘自己的丈夫。 那位约犯的同事向奈美表明了自己的心意, 他们走到了一起, 可奈美心中的迷茫依旧如同厚重的云意, 压得她自己喘不过气。 之前面对灯梅子时, 她曾委婉表露, 不想再等下去, 可她有时也会质疑是不是继续等下去才是对的。 她自觉自己做不到, 因为她没有灯梅子那么坚强, 能年复一年等一个不知生死的人的消息。 可目前如何处理自己和恋人之间的关系, 是更进一步还是维持原状, 都让奈美困惑不已。 发觉自己开始失去一样东西时, 往往会发现自己失去了更多事物。 母亲倒在了家里的地板上, 离开时怀里还抱着父亲的夹腿, 灯梅子在此时彻底走向了孤独, 她生命中最后一个重要的人也离开了。 来吊咽的亲朋好友唱起了晚歌, 灯梅子想将那条夹腿一起放进母亲的棺材里, 可惜没能成功。 她想母亲如今应当是得偿所愿, 见到父亲了。 可她突然感到没有来的愤怒, 每一次都是这样, 所有人都是一句话不说, 擅自离去。 任性的从未考虑留下的人, 不顾身后事, 然后忘记一切。 她作为被留下的那个, 甚至连斥责都找不到人。 春男的朋友们擅自组了局, 希望灯梅子能和春男好好谈谈。 春男被拒绝后总是浑浑噩噩的, 出海的时候甚至江鱼看成了人, 跳进了鱼网里, 问她发生了什么, 也只会念灯梅子的名字。 朋友们受过灯梅子父亲的恩惠, 一直很关心灯梅子的生活, 如今眼见春男这副不争气的样子, 哪里还坐得住。 灯梅子只觉得无话可说, 春男总是这样, 总是在自己最脆弱的时候伸出手来, 却从未考虑过自己当时的难堪。 春男为自己争辩, 帮助困难的人是人之常情, 可春男自己也承认, 不会为了帮助别人而和别人在一起。 灯梅子也根本不可能接受她的心意, 她早已见过最好的爱情, 在她最快乐、最开心、最美丽的年纪, 最喜欢的人向她求婚。 一段感情的底色是悲凉还是幸福, 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, 她与春男之间不会有结果。 这话刺激到了求而不得的春男, 她在夜晚独自驾驶着船, 离开了这座岛。 有的人不计后果, 代价却要灯梅子来付。 她被春男的母亲责怪, 为何不能温柔一点? 身边的所有人都在逼她给出一个回答, 相对的却是春风得意的奈美。 丈夫的信息已经搜集整理好, 可以递交上去。 奈美打算走法律程序和失踪的丈夫离婚, 然后与追求自己的同事结婚。 那个人了解了她的情况后, 还是愿意和她在一起, 她也决心与失踪的丈夫划开界限, 不能为了一个生死不知的人浪费时间。 话虽如此, 奈美却很担心灯梅子会看不起自己, 因为她所图的都是一些微小的事情。 吃饭,散步,孩子。 她不知道灯梅子其实很羡慕她, 她日日夜夜听的那些磁带里, 记录的也都是些生活里零零碎碎的东西。 伴随着咔哒一声, 陪伴了灯梅子无数个日夜的磁带罢工了, 失去了很多东西后, 再失去什么也只会觉得麻木。 灯梅子去参加了婆婆的葬礼, 对方在去世的前一天还问起二儿子回来没有。 这么多年, 婆婆和灯梅子一样也在等待。 其实大哥自己很羡慕这个弟弟, 可以任性地只做自己想做的事。 他劝灯梅子尽个情分就好, 不必一直等待, 没有人会责怪她。 但对灯梅子而言, 他其实也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, 只是被别人看戏有些窝火罢了。 从葬礼上离开返家的时候, 灯梅子居然见到了失踪的田村先生。 他叫住了对方, 解释自己曾接受奈美的委托帮忙寻找她。 两人相顾无言, 或许是因为相似的境遇唤起了糟糕的回忆。 灯梅子质问田村去了哪里为何要离开。 田村回答他, 自己在海洋调查船上待了十个月, 然后一路辗转来到了这里。 他离开的原因没什么特殊的, 只是觉得在岛上的生活限制死了自己的未来。 期间他也有想过联系奈美好好道歉, 甚至打过了电话, 却因为羞愧在电话里一言不发。 灯梅子很生气, 又是临时起义的不告而别, 从来没有考虑过被留下的人的心情。 那个人会担心对方是不是不小心溺水, 是不是还在某个城市里好好生活, 只是不想回来。 心情忐忑不安道, 每过十秒就会转变。 而做出一切事情的罪魁祸首, 却只会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。 假如是自己的丈夫, 自己一定会想揍他。 过于相似的遭遇, 让灯梅子想要看看, 如果自己的丈夫回来, 自己可能是什么反应。 他强硬地带着田村回到了岛上, 突如其来的会面, 两人都没什么准备。 奈美已经和他的追求者同居了, 如此尴尬的场面, 他干脆让灯梅子留了下来。 不打一声招呼地离开, 又回来, 愤怒根本无法用言语宣泄, 仅仅是挨几下打算得了什么。 奈美对一手促成这个场面的灯梅子感到愤恨, 明明他已经可以开始新的生活, 明明当时自己说离婚时, 灯梅子就在旁边。 灯梅子却依旧将田村带了回来, 自此他将再也洗不脱身上的标签, 会变成口口相传里那个等不了丈夫的女人。 奈美干脆扯下了灯梅子的遮羞布, 大声地说灯梅子压根就是活在梦里。 其实灯梅子根本就知道, 他的丈夫早就死在了不知道哪个角落, 所以这么些年才能安心地等下去。 灯梅子沉默离开, 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春南失踪的消息, 向春南的母亲表达了歉意, 无处可去的田村来投靠他, 作为回报帮他把锻炼的磁带接上了。 灯梅子承认自己确实是有些坏心眼, 因为他知道奈美已经有了别人。 录音机又播放起了熟悉的声音, 少了一节不过也无甚大碍, 细细碎碎的片段对比荒凉的现实显得更加幸福。 灯梅子恍然将田村认成了失踪的丈夫, 他询问自己的丈夫去了哪里, 男人回答他, 从小丽园到圣地亚哥或许都有他的踪迹。 春南活着回来了, 知道这件事的灯梅子跑着去通知他的母亲, 老人家失声痛哭, 所有等待的痛苦都化为泪水翻涌。 灯梅子甩了春南一巴掌跑向海边, 冰冷的海水里, 春南依旧执着地想要一个答案, 为什么不能是我呢? 灯梅子却只是说不会再有人来了, 他所期待的, 所等待的一切, 大概再也不会回来。 缓慢的节奏, 缓慢的等待, 时光避开了一切匆忙, 一千夜如一夜般重蹈覆辙, 灯梅子苦等了一辈子想要一个交代, 到头来却依旧孤身一人, 开启了新的人生的奈美, 却因为不需要的交代陷入舆论的困境。 人生就是如此吊诡, 想要什么偏偏失去什么, 灯梅子的作茧自负终究是不治的, 沉沉于过去的虚幻逃避今天的现实, 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变化, 随遇而安或许是最好的答案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 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,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